Hello 大家好,這裡是992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個超級實用的教程 就是如何使用AMD顯卡婉轉這個Stable Diffusion 不管你是AI繪畫的新手還是老手 希望這個視頻都能幫到你啦 那如果你有什麼特別的想法或問題 你可以在底下的評論區和大家一起分享 好,在開始之前我先介紹一下我們會用到的一些工具 首先是谷歌瀏覽器跟Everything搜尋工具 Alpha環節環境準備 讓我們來做一個小總結 在Alpha環節我們會知道如何準備環境 去哪裡下載所需的東西 查看自己的顯卡是否支持 那麼,讓我們開始吧 首先我們需要下載Stable Diffusion的基礎框架 大家可以關注一下這位UP主 然後去它的最新專欄找到最新的分享文件 然後去下載 我這裡就不遠是如何下載了 相信大家都會 下載完成之後呢 我們要解壓日行特定的EXE文件 別擔心它會自動下載所有需要的內容 包括帶你去下載這個HIT SDK 也就是我們需要我們AMD顯卡所需要的這個運行指令集 或是運行的庫之類的 專用詞我不太懂 我們這裡先做一下解壓的動作 OK,解壓完成之後 我們需要去使用這個A會啟動器 這個特定的EXE文件 或啟動 並下載所需要的內容 好 那下載完成之後 我們運行 運行起來的時候會長這個樣子 我們就點擊這個運行 我們這邊就要點擊這個下載按鈕 下載 我這邊就不演示下載的過程 因為這個安裝包我已經下載好了 那我們就雙機打開這個 所需要安裝的這個指令集 或者是運行庫 好 打開運行到這裡的時候我們會發現到 下邊這邊會有一個 安裝 AMD專業顯卡的一個驅動 我們確保是不安裝的 如果你的電腦已經有 安裝顯卡驅動的話 我們不需要去安裝這個所謂的專業版 因為我們的顯卡不肯 不太可能會用得到 好 那我們就點擊 安裝 安裝的過程 我們就讓它默認去運行就OK了 現在這裡就要區分一下了 如果你的顯卡是 AMD顯卡是7000系列的 那恭喜你 你可以直接進入Beta環節了 那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使用這個 6750加E這個顯卡的話 你需要多做幾個步驟 別著急 我會一步一步教你 對於我們這個6750加E這張顯卡 首先去到這個網址 你可以在我的這個 字頂連結這裡會顯示這個連結 你可以打開 然後找到這個 Install HIP SDK這裡呢 會顯示一些我們需要知道的東西 比如說這個 雙機打開之後 會帶你到這個 HIP SDK下載界面 那我們可以不用管它 我們就雙機打開這個 System Requirements 就是這個 配置所需的這個顯示這裡 我們去AMD官網查看你的顯卡 屬於哪個類別 屬於哪個類別 是 是否是HIP SDK支持的顯卡 如果沒有在這裡顯示 比如說我們是6750加E這張顯卡 在這裡是沒有出現的 那要怎麼去知道你的顯卡 是否支持呢 我們可以參考TechPowerUp網站的信息 比如 我就是通過這個網站知道 我的顯卡製程是Navi22 我們雙機打開 打開這個網站 就會帶你來到這個地方 再往下看 你會發現 著色的代號 比如我的顯卡 著色的代號是GFX1031 記住這個代號 我們馬上要用到的 好 現在回到剛才Github這個網站 下載對應的 好 比如說我的是GFX1031 那我就要下載這個對應的版本 好 當你下載完成這個對應的文件之後 我們解壓這個文件 OK 然後我們打開 打開 打開了之後 我們搜尋 RCBLAS 打開這個文件 你會發現到 裡面會有一個 Rivalry文件夾 把舊的這個 Rivalry文件夾 拖到你的桌面 或者是拖到一個地方 做一個備份 完成備份了之後 我們就 把這個解壓出來的這個文件呢 雙機之後 然後刪除掉舊的版本 把新的 把新的這個 我們解壓完成的這個文件 複製粘貼到這個位置 讓我做一次操作 我們刪除掉 舊版本的文件 然後把新的這個 解壓完成的這個文件 放到這個位置 然後 確定 好 那我們就完成了這一步 搞定 到這裡 我們就已經把 Stable Diffusion的框架 搭建好了 不要忘記 重啟你的電腦 這一步 非常的重要 OK 在你重啟電腦完成後 我們需要再重啟這個 啟動器 並運行 讓它去下載 所需要的這個 運行庫 跟所需要的這些內容 它會花一段時間 在你完成下載之後 它會 自動打開WebUI 好 在下載完成之後 並打開這個 Stable Diffusion的這個 頁面之時 其實它還有一些東西 需要安裝 那我們需要耐心等待 到模型 完全 下載完成 現在讓我們進入這個 機動人心的 Beta環節 這個環節呢 你會學到如何安裝模型 認識到 不同這個標籤的區別 讓我們先了解一下 什麼是 Checkpoint Rora 和 這個 模型 我會用 比較簡單的方法去解釋 首先是 Checkpoint 就像一個大公司一樣 有自己的方向或功能 比如說 有專門做3D模型的 有專門做二次元的 那 蘿拉跟這個模型呢 兩個 這兩個 本質上是同一個東西 他們就像公司裡的員工一樣 可能是秘書 也可以是老闆 打個比方 在二次元領域 它有可能是專門做 神里玲花的 好那我會推薦大家去這個 這個 這個 下載 去這個網站 下載 你喜歡的模型 那我會用這個 迷你世界 的這個 模型 展示給大家 要如何安裝你的模型 那 舉例 這個標籤 屬於這個 LY CORIS 的這個 模型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怎麼去安裝 那據我們所知 其實剛剛呢 我就有說過 這個模型呢 其實是跟RORAL 是相同的 只是它的製程方式可能會比較不一樣 那 後面會解釋為什麼會說它是一樣的 好 那我們去點擊下載模型 模型下載完成了之後呢 我們要拖動到這個文件夾 你去 那我會打開這個模型的文件夾 好 當你下載完成這個模型了之後 我們來到這個 啊 webui 這個stable distribution 的webui 這裡去找到models 進去了 然後 算機打開RORAL 把你剛剛下載好的模型丟入進去 固執粘貼 固執粘貼一下 好 那我們打開一個預覽圖 好 我們打開一個預覽圖了之後呢 裡面會參雜很多很 很多很重要的一個參數 比如說呢 就是這個模型的使用啊 提示詞 跟副提示詞 跟一些參數 這些參數呢 都可以幫助我們生成 比較接近於它給的這個 預覽圖的一個 參數啦 那 我們 據我們所知呢 這個 這個標籤的模型屬於RORAL 那checkpoint呢 是屬於 這個 大模型的 那我們就要去它的大模型呢 去下載 對應的模型 那我這邊呢 我們就要去下載它的這個大模型 然後我們就下載 模型 點擊下載模型 下載完成了之後呢 它的步驟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不會放在 WebUI裡面的這個 RORAL文件裡面 那我們就 我就演示一下 就 怎麼去 放你這個 大模型 那我們點擊MODER 來到Stable Diffusion的位置 點開 SD 1.5 然後把你大模型 下載好的這個大模型 拖拖拽 然後就放入 我們複子粘貼一下 複子粘貼了之後 如果你的WebUI還在後台啟動 或者是剛運行 你確定它已經跑完了 那個進程 或者是它要的那些運行之後呢 我們雙機 我們就要關掉 然後再重啟過 那完成重啟了之後呢 我們去運行一下 好 它打開這個WebUI的時候 我們 呃 不要急著去生成圖片啊 還是什麼之類 先 因為我們還有一些動 還有一些步驟需要完成 那我這邊會舉例 還有什麼東西需要完成的 你來到這個頁面了之後 你要去這個設置這裡 找到拓展模型 然後 往下看 往下看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如果你的這個 這個 打勾的這個盒子呢 這個沒有被勾遣 那我們就要確保 這個三個都必須要勾選起來 勾選起來了之後 我們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設置 保存好了之後 我們就重啟UI 重啟UI了之後呢 它會帶你回到這個 鍵面 它帶你來到這個 鍵面了之後 啊 本身上來說 這個模型是不會被顯示的 OK 你剛剛下載的這個大模型 它不會顯示在這裡 你可能需要點擊它 然後讓你的這個 這個 WebUI運行 它會有一個進程式AMD的什麼 嗯 會有一個AMD的一個東西在這邊跑 你要讓它跑完之後 它才會正常出圖啦 齁 那我們看一下 如果說 你的RORA在這裡 它並沒有顯示出RORA模型的話呢 要怎麼做 那你可以啊 往下 往下轉 看到這個 重啟UI 這裡點擊重啟UI 如果還是沒有出現RORA模型的話 那 有可能需要 關掉整個WebUI再重啟 那 嗯 你關掉完全 全部關掉之後 再重啟之後 如果還是沒有的話 可能要考慮這個 重啟電腦一下 可能就OK了 好 那我們回到剛剛 我們打開的這個Sample這裡呢 我們去複製一下它的這個參數 確保你用的是這個 你剛剛下載的大模型 OK 我們複製一下這些參數之後呢 來到這裡 選擇URA 然後選擇40 其實多一點 多少一點也無所謂 然後這個 上升到8.5 然後我們去看一下它的總值 好 我們這邊就按生成圖片 那它可能會有一個等待中 或者是會有一個進程 如果你的顯卡並沒有準備好的話 那它會有一點時間需要在這邊加載 對吧 就是AMD這個顯卡架構這個 它會有一段時間在跑 它跑完了之後呢 才會所謂的 出圖 OK 好 那你就會看到它現在這個進度條就開始在走了 對吧 那其實它的提示詞這裡其實有一點 嗯 可能是有一點衝突的 因為 因為 那Human這裡可以把Human放在這裡 這個附提示詞呢 是所謂的 霧顯示 對不對 那還有這個BIRD 這裡其實已經寫過了 這其實有一點衝突 不過無所謂 這個模型這裡有衝突 無所謂 那可以大家就是自己可以研究一下 就是可以稍微去 添加什麼呀 可能你要有一點背景 或者是突出的 或者是你不需要有這個Watermark 那你就可以在這裡寫一個不要Watermark 這樣子 那這個指令集這裡呢 其實 我們就添加一個Watermark 好吧 然後我們把這個Non-Human這裡都化掉 然後Clarity也洗掉 好 這裡我們就放Human OK 然後我們就按生成 嗯 嗯這裡可以看到是沒有 沒有房子的 可能就要多深層幾下吧 就可以比較接近他的那個 展示圖片嘛對不對 那這個提示這裡就不多說了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 OK 好 好 好 那這個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 呃 這個視頻對你有幫助 不要忘記給我點贊 呃 實在不行你就收藏一下 或者是關注我一下 那 嗯 也希望大家在玩這個AI链丹圖 就链,链丹爐這個 AI链丹上面有自己的樂趣吧 然後 希望大家也有美好的一天 然後 這裡是992 good luck and see you again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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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